东北的大牌猪蹄到底有多大呢 走 我现在就带你们看一下 这没注意啥时候等龙都挂上了 有弄了点过年的意思了啊 跟我今天吃猪蹄更配了 我听说挺多城市都会不放变炮了 也不知道我这能不能放 感觉过年要是不放点变炮 真是一点气氛没有 你们敢咬呢 这不就倒了吗 我打电话变成了猪蹄 饱饭套上来 倒吧 好嘞 不想太扭了还整俩五 你坐吧 好 那饱饭啥意思 这一句猪蹄我找的一个平盘子 哎呦 这挺够个人 这么老大一盘子 这都赶我好几个脑袋大了 它这里有猪蹄 然后还有肘子 先来一个大猪蹄 直接上手 太酱了 还送了一盘叶 包着一个吃 老乡 必须得包一个 来点蒜 来点辣椒 一包 大一口蒜 真香 还大好嘞口蒜 真香 二味 再包一个薯子叶 肥瘦大肘子 来一块腊白菜 大蒜少不了 先吃 又香 又甜腻 就是一个贼壁 萝卜咸的 辣白菜 东北这边过年家家都是走着 年夜饭上必须有这道菜 然后没有就觉得少点啥 再来一个太香了 满足 一般都烤肉这么包着吃 走着这么吃 我头一回啊 你们可以试一下 主要这么吃的真香 它这连面都这么老大一碗 这是乔麦拌面 特别爽口 酸甜的 这个猪蹄和拌面组合真挺逼啊 一个最辣香 一个最爽口 挺逼